各位读者大家好 我们是《远方有爱伤,此地有我的》作者 我是陈杰浩 这是我太太徐思宁 我们共同写这本新书 其实是2016年写了《不再沉默》之后 《不再沉默》其实就是在讲 我小时候遭遇到儿童性侵害的心路历程 一直很想分享我们复原的历程 但是复原是一件很花费时间的事情 我们在2014年开始处理创伤这件事情 其实那时候才经历一年多的时间 在复原的历程里面 其实很多起起伏伏 很多的困难 那时候还没有能力写下像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 是关于陪伴者 还有一个幸存者 我们在复原历程里面 经历了很多艰辛的历程 那这种艰辛的历程 其实社会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 为什么一个受伤的人需要这么多时间 需要这么多的心力去走这一段路 那我们也希望写这样的一本书 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幸存者的 一个面向的参考 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跟金家惠老师 合作了《不迭多多》这一本书 也在这一段历程里面 我们有做了很多关于亲亲爱房子的推广 所以我们也遇到很多各式各样 在台湾各地 不论是家属或是幸存者 其实他们都有很深的感触 就是关于儿童性侵害这件事情 究竟我们该怎么样面对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很多来参与我们 儿童性侵害房子推广的讲座的参与者 大部分都是妈妈 但是妈妈里面有不少比例 其实都是小时候遇过 儿童性侵害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平常没有去面对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常常就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在我们讲座结束之后 家属就会拉着私民到旁边说话 请教他的经验 幸存者就会把我拉到旁边去说话 说出他的烦恼 那我印象最深刻 也有一位妈妈就跟我说 她不知道怎么跟她先生提起这个事情 她很想讲 但是她这个问题都还没说完之前 她就已经哭到没办法继续说话 那我当然就是花很多时间 厘清她的困扰在那里 后面问了很多不一样的问题 就知道她其实跟先生关系非常好 她也不是没有人支持她 但是她还是有恐惧 这个恐惧最主要来自于一个未知的眼光 她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评价她 对于她受到这样的伤害 她不知道究竟说出来 身边的人到底接不接受她 所以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 并不光只是一个人的事情 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复原历程 可以把这个受伤的这个伤害 不需要隐藏起来 我们一起来面对一个共同疗愈的过程 越多人能理解这一段历程的艰辛 我相信幸存者跟家属所要面对的辛苦越少 其实听姐好说的时候 我记起欧蒙 在刚刚踏上复原的路的开始的时候 其实两个都是很彷徨的 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或是没有一个家人 或是朋友 亲属是准备好 做一个陪伴者的位置 因为所有挫折 所有困难痛苦的感觉 突然涌上来 厌慕了身边的朋友 或是家人的时候 其实无论是姐好或是我都是没有准备的 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每个幸存者或是陪伴者 都是真的是进一步走一步 那我很记得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其他幸存者复原历程的书写 给我跟姐好很多的安慰跟支持 那那个时候我们是读很多国外的那些幸存者 他们写的一些复原历程的书 我还记得我每个晚上 我就会跟姐好读他们的故事 说他们的建议 然后姐好再会不会给我 他是否有异样感受 然后我很记得有一段是 对我跟姐好读很安慰的 是有个家庭性的幸存者 他说到他的复原历程是 六到七年左右之后才要安慰下来 那对我说跟姐好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是原来要那么久 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这意识到也要慢慢来 我跟姐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也想跟其他的幸存者或是陪伴者 知道这个复原的路其实就是很长 而且每个人开始在步上这个历程的时候 其实都是困难的 这个不是一个容易可以完成的事情 在陪伴这段历程里面 我也意识到其实陪伴不只是 针对曾经经历过性情 或是其他创伤 在走这段路的时候 我们也遇到很多伙伴 他们可能是遇到的是其他人生的挫折 或是他们的家人或是朋友 面对的是很多很深刻的背叛 或是淹没在很难过的感受或是痛苦里面 那个时候在这种陪伴的关系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们会让身边我们重要的朋友或是家人知道 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 无论你现在什么感受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想知道 之后我们一起面对 这个是我跟姐好在这个历程里面 或是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很想说的 就是其实两个人之间一起 最重要就是面对困难 我们就可以克服很多很多 很不容易的事情